前身是舅舅厂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从2013年起就结合在地手作、工艺等微型个人工作室 在园区第六和第七栋的回廊开办了两市集 并延续到今年迈入第十个年头 为了让市集升级2023年元旦起 赚新搬迁到第七栋室内 元旦廉价三天,吸引不少民众前往 期盼透过美感等辅导机制 帮助更多微型手工业者 在未来的创业路上更顺利 为在花莲市中心前身为舅舅厂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自2013年起 结合在地手作、工艺设计等微型个人工作室 开办酿市集并延续至今迈入第十年 成为花莲文创园区历久不摔特色活动之一 透过文化部协助 在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的进驻 其成文创有限公司的管理下 酿市集在元旦廉价期间 转型也转移室内 以全新面貌迎接民众 酿市集它目前从2013年成立到现在 今年迈入第十年 然后由我们其成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在经营目前第03到09栋这七栋建筑 那我们也就是接受就是文化部这边 就是让我们来就是接受酿市集的营运管理 那在我们公司在过去这两年 其实有对整个就是酿市集上面 做过一些优化的课程 也跟就是贪友之间保持良好的默契 那我们希望这个在地的一个长寿的一个 长寿型市集的品牌能够再更升级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从今年开始 我们让量寿型转型转到放在室内 然后透过美感的布置 然后还有更好的一个辅导跟泰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 然后来提升在地的手作工艺的业者 希望能够让帮助在地的一个工艺家 未来其实在他创作的这个产业上面都能够可以更顺利 一夜时间一样是在国定假日还有周末就是固定每个六日 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那相关的比如说报名的讯息 或者是摊友出摊的相关资讯 其实可以看量寿集纯音乐的脸书的粉丝专页 我们都会定期做资料的更新 原本在园区第六和第七栋回廊的酿市集 2023年元旦起转型搬迁到第七栋室内 元旦廉价周末两天 约有1100多人入场 为摊友带来不错营收 每周六周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将持续有20至30摊的微型手工创作者和民众互动交流 而迎接农历青年 酿市集也不打烊 将从大年初一以全新美感和质感的升级 陪民众过年到29日周日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